同样在1月1号 外国人不能来 但是莱猪来了 其实我们比较想锁的是莱猪 对啊 就是该来的不来 然后不该来的来了 那现在就是 大家一直非常 很生气的一点就是 既然政府要开放莱季进来 那么难道我们政府 不能够有更严格的标准吗 那现在我觉得 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说既然在 这个前几天的时候 在立法院已经 强制要通过了 莱季1月1号要进口了 那么各地方政府呢 我们开始寄出了相关的 自治条例嘛 那我觉得现在呢 会造成一个地方 跟中央很大的一个冲击 因为地方自治条例 本来中央定了一个母法之后 就是希望呢 大致上我定了一个母法 但是地方呢 你可以针对你 各自不同的条件 跟你的需求 去定定出更严格的标准 自治条例是要更严格 那么现在地方政府呢 依照我百姓的需求 我去定出我 受弱金零减出 现在中央竟然说 你不可以跟我违背 那你跟我违背之后 我就要宣告你无效 那我先跟各位朋友 先说明一下 现在呢在各地方政府 会出现三种不同的地方 自治的条例 一种是到现在还没有订定的 那没有订定的 它当然就是依照中央的法规 那第二种 比方说像台北啊高雄啊 这些是因为这次政府 开放了萊猪进来之后 它开始是订定了法规 就是我受弱金是零减出的 那这种呢 现在它必须要报中央合备 那第三种像台中市 台中市是在之前的时候 就已经订定了 它已经去实行了 也就是说政府 它有开法的这种法律效应 那现在政府呢 它第一种就是说 如果我像台中市这种 我已经实行了 你要不要 你敢宣告我无效吗 那第二种就是说 如果现在刚开始订定了 你中央不核定我 那未来就会产生一种状况 就是中央跟地方政府呢 它会开始产生很大的法律战 那这一种政府对政府 就是像现在嘉义市嘛 对不对 他们要开始释线嘛 如果将来不通过的话 对那这样释线之后 就变成是说 这是政府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法律战 那另外一种的法律战 就是行政诉讼的法律战 假设我现在地方政府 我对你已经开罚了 那么民众会 它有些业者 他自己去进进来 这个有来记得 他说中央你说可以啊 那你地方说不行 那这样子 我可能会跟政府之间 打行政诉讼 那就会造成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之间 还有包括业者之间 会产生大量的 这些的法律诉讼大战 对但问题是这个 法律诉讼大战 旷时废日 但是有效吗 有赢得胜算吗 我觉得很困难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法纪人士 都超级悲观啊 是 对不对 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感觉 这什么概念呢 裁判求证旁证 全部都我的人 你要跟我斗 门都没有 按照这个地方 这个制度法的规定 家议是地方机关嘛 对 那么他对于这个地方的 自治事项 这是中央政府冲突的时候 他有权力可以提出视线 但问题是这个莱猪呢 他算不算是 这个自治条例里面 所规范的 可不可以申请标的 这个要先符合 大法官的这个解释内容 那么在过去呢 其实是有大法官不受理的 你还记得前年的时候 花莲县新北 六个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就认为当时的这个 公教退休的年改条例 是违反信赖保护原则 当时的民意也高涨 但是后来怎样 后来没有通过啊 对不对 他根本不受理啊 他不受理了 对啊 所以呢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地方政府 他强力开把 还是必须要做 动作还是要做 还是要做 就是说 因为这个还是有效率的 只要你地方政府 你严格去弃查的话 那很多的这些的进口商 他会有压力 所以他就在这个阶段呢 他就不敢去 去进这个有来际的猪肉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效率的 但法律的诉讼是一个 毕竟呢 我们又看到这个蔡英文呢 自己呢 又任命了自己的表姐夫 来作为我们最高行政院的院长 那所以呢 大家就在讲说 现在的几院当中 已经是全力一把抓了 到时候如果真的是说 不管是民众业者的诉讼之间呢 如果他有权利可以去驳回的 我相信呢 这个对地方政府 现在是国民党执政的 县市政府呢 他都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决心的 就是强力开发的 但是到时候会衍生的法律战 当然这个是后面的层次 但第一阶段 我觉得县市政府呢 我们国民党籍的 都是有这样的决心 要去推动跟去计查的 对啦 各地方这个县市政府 该做的还是要做 要么就是对不起人民嘛 因为大家都是民选出来的 但是当然这个蔡英文政府这边呢 也全部都配套 全部都弄好了 你看到这个大法官呢 也是这个他所提名的嘛 裁判求院全部都自己人 滴水不漏 要跟我斗 门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难怪今天这个法律界的人士呢 对所有访问来讲 对于视线都感到不乐观 他们的论述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计则报道 所以我在这边要提出一个动议 就是说 如果中央给我们的文说 我们的自治条例无效的话 在这边要鉴请我们嘉义市政府 以嘉义市议会 以法律程序提出视线 针对张秀娅议员的口头动议 有没有要呼吁的 呼吁人中共有12位 对这个临时动议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决议本案通过 嘉义市开出第一枪 29号市议会上有议员提出临时动议 若来继领检出自治条例 遭中央驳回 就要由市府跟议会 共同向司法院大法官提出视线申请 视线的工作是一定要的 为实案做法官 我觉得这个捍卫的态度 我想政府有责任 嘉义市长黄敏惠也宣誓立抗中央 到底坚持来继领检出 中央不服的话就让大法官来判决 但法学博士同样也是律师的 国民党立委李贵敏 担忧大法官可能不受理 在过往也曾经看到 国民党提出视线案的时候 大法官用程序的方面就驳回了 所以在实际上面 大法官会不会受理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号 但大法官会不会受理 跟大法官应不应该受理 我想这是两回事情 就从法律的观点上面来讲 我们必须要提醒这些大法官 他是应该要受理的 立委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 过去曾有六县市政府 针对工匠年改提出视线 就遭打枪驳回 但这回来季开放可是攸关人民健康权 其实在过往大法官解释里面 也曾经提到过 行政机关对于人民健康 有保障的一个义务 所以人民的健康权 其实是宪法所保障的 我们人民的一个基本权利 就算大法官受理加义室事件案 法界人士却认为裁判 求证旁证都是蔡政府的人 事件结果恐怕不乐观 法官当然都是这一届 目前来看都是 蔡英文总统所提名的 再怎么样蔡英文总统都在 三年后就写了 但是这些大法官 会继续的持续的做下去 所以他们还是要对历史负责 还是要对人民负责 我相信他们不会去揣摩上意 中央政府无视民意 莱猪大军即将来袭 地方政府也只能期待大法官 能成为时安最后防线 简单号陈汪南于台北岛 你们立委在这个地方上跑 听到的这个民众的恐慌也好 担忧也好 是不是这个声浪很大 对当然很大 所以为什么说这次呢 有很多的民进党的 有三位的委员呢 他在这次不表态 就是说跑票 那为什么会有 民进党的委员哭 那哭就是说 他不晓得为什么会跑票 他哭什么 大家也觉得很奇怪 主要是因为说 很多的回去就会质疑说 为什么别人可以 不支持莱猪 但是我自己选区的立委 你竟然要支持莱猪 所以他们的压力都很大 我们在地方都会听到 很多的民众就是说 这点一定要严格把关 那所以呢 我们这次的战线也出了 就是在月底 月底的时候 我们虽然已经通过了 但是像我刚刚讲到说 地方政府会严格去弃查之外呢 再来我们请大家 跟我们一起在 二阶段的联署 跟我们一起来联署 就是到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公投 用我们自己的否决权 来否决来做 我觉得不只要公投 你还要给当初 你票选出来的那些 民代压力嘛 你本来就应该给他们压力呀 因为他们要反映 民众的心声 但是并没有嘛 屈服于这个党意 是高于民意嘛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当地的地方 这个民代有多大的压力呢 有个现场很有趣 就是台中一位 这个立委被称为莱委啦 因为他投下了这个赞成票嘛 就会在一个 更快的场合当中呢 致辞的时候 他不但邀功 他还护航莱猪 来看看他怎么样 被大家给呛下台 有成以上的进口 双双不会进口 所以来 你提了这个议题 我们就会把资讯封开 透明 立委和新纯在台上热情致辞 却让台下议员罗廷尉 被非常不满连地方里长也加入战局 在回到我们的动土典礼 其他的议题就不要污名化 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台中市长卢秀燕在旁边表情尴尬 忙着管家要何委员卖个更啊 建议来请动土典礼开始好吗 两边吵得不可开交 原来29号台中大理南门桥举行改建动土仪式 台中市长卢秀燕及地方人士都出席 何欣纯立委上台致辞 先是为自己邀功 甚至还为莱猪护航 台下议员罗廷尾越听越不开心 先是微笑比赞 接着还大翻白眼 他还要懒功在自己的身上 我觉得非常的不妥 那甚至在懒功的过程中 还要去解释 他是莱克多巴胺的护航者 我上台致辞只是呼吁 也希望卢市长应该要给予 正确的资讯 何欣纯被视为下届台中市长热门人选 却提前在地方活动 与南营人士针锋相对 也让台下来宾全看闪了眼 记者许文 李云杰台中报道 好 看你的 这算好吃 芋头好吃 文元你也是从昨天到现在都没有吃饭吗 很饿 每天到这时间就是很饿 一天只为这一餐的感觉 我们要回到杨智良了 是不是 杨智良的怀疑我觉得讲的是蛮好的 我们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们光一直顾着吃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来讲 这件事情最诡异的是 政府自己先去跟美国说 我们要开放萊豬 对呀 这就是很让人家匪夷所思 我们在武器上已经买了那么多 说实话买这个萊豬的金额很小 但为什么这个是非要不可 对呀 而且我觉得 这个政府常常做很多事情 它背后包装的就是更大的利益 它常常变了很多的钱 然后告诉你说我们为了国防 然后为了这个什么打开我们的国际的知名度 然后要提升我们的国际的这种形象等等的 可是实际上变了很多的钱在花 那么就像刚才我们的署长所说的 你刚才讲说是为了利益 刚才署长就说他怀疑到底是国家利益 还是个人利益呢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因为这个显然不是政府这边行政院这边 感受到美国的压力 所以我必须要开放嘛 是因为现在压力太大 他才说我是受限于美国的压力嘛 可是一开始美国并没有要求你开放 是你自己那自己去说出来 那到底是谁去开了这个口 那所以我觉得他过去呢 依照他曾经在我们的中央单位 也担任过这个署长 所以他非常清楚的了解 在我们的食品安全 还有在国际之间的这些的互动跟关系 所以我觉得他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也是蛮合理的 因为照理讲的话 个人的利益的包 就是等于是说他后面的这些的金额呢 到底是流向于在整个是到党内呢 还是在我们的中央的这个高层里头呢 或者是在民间的这些的企业当中 这又会是一个黑洞吧 将来恐怕等政党轮替之后 能不能在档案里面找到 说不定又进税纸基了吗 有可能啊 因为像现在他的很多 像刚刚提到的 包括说现在很多他提名的这些的大法官呢 都是事件的时间都已经是在下一任之后的 过了好几年了 就像我刚才看到一个 这个不是台中市的里长嘛 他非常的火大 去呛了这个立法委员嘛 大家还记得的话 昨天有个新闻啦 就是说桃园的里长 他收到了这个内政部给他的公文 然后内政部给他的公文 请这个市政府再转发给里长 然后请你去问一下摊商 说你是不是用的是什么株 然后帮你贴一个这个贴纸 那现在里长就很火大 因为坦白讲里长的工作很繁忙啊 就是你这个石头要去搬的也好啦 或者是调节业务 事实上都很忙的 但是你说请里长帮忙做 来协助公务都没有问题 但是里长的说法就是说 他因为这件事情呢 是中央要开放来记的 我协助做没问题啊 但是我不想要被贴上一个 对啊 出了事怎么办 对 而且他说 他不想要被贴上说 我是支持莱族的里长 那未来如果选举又被这个 这个竞争对手啊 做文章什么 他说你要的话你应该政府 你卫福部跟你能为会去做啊 所以这个叫分散压力嘛 对啊 然后 要励大家共同承担